PHILIPP HELLO! HELLO! 4點半的時間到了 有沒有感覺日子在科室 因為今天要分享小常識 所以要在科室分享 不要能夠硬警 所以這就是線上的好處 HELLO! HELLO! 有嗎 我再看一下 啊 我看到我自己了 哈喽哈喽 大家下午好 四点半的时间 大家已经喝了下午茶吗 来来来看到了 啊我看到了Jason 你真的是每一天四点半准时收看 收看小M直播室 然后你看完了公司 你就开始开你的live 五点五点半 是吗 你可以comment一下 你的这个直播室是几点的 Jason Jason 这也是我们其中一个 你看那个Canlim更快 马上就直接share 我还没有讲今天的主题就share 谢谢 谢谢大家的相信 OK 哈喽哈喽 大家笑好 大家已经喝了下午茶吗 所以呢赶快呢 可以把我的这个直播呢 OK 我应该要跟大家讲呢 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些 我们应该是在这几集 这个阶子 从之前的 原来我在讲话啦 哈哈哈哈 从之前的这个series到现在的series 我没有什么要去聊的一些topic 不过今天呢可以跟大家聊的一些 关于这个病毒的这个尝试等等 Jason的通常是5点半对了 所以其实我正在我正在拔臭豆你吃不吃吃吃 Hi Alice 你在八寸多老子看我的live啊 谢谢捧场 OK今天跟大家聊病毒 聊病毒我又不是专家 我又不是病毒专家对吗 来我观想music先 所以其实我是这样子的 我相信大家对病毒啦 对virus啦 在过去的一年两年的 我们都在这段时间 我们就受教育 受教了对不对 因为我们可以看新闻啦 我们可以看这一个 卫生组织的这个报道啦 我们可以看马来西亚的 这个KKM的这些report啦 包括也有很多的这一些 很热心的这些知识分子 在这个网路上呢 都已经开始一直有分享了 从我们以前 无论我们是读书高不高 无论我们是 是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不知不觉 我们越来越认识 我们自己的免系统啦 对不对 然后我们也不知不觉 越来越认识的这个virus 对不对 就是病菌啊 病毒啊 细菌啊 在空气中的这一些 所有能够 这种危害的物质啊 进去我们身体啊 我们的免系统 怎样工作的 对不对 所以当然大家 现在的这一个 高度关注的 就是高度关注的 就肯定的是 现在非常 大家都已经 差不多这个议题 已经热了一年半了 对吗 这个议题就是我们的 这一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 covid的这个topic 对吗 哈啰 哈啰 巴巴拉 巴巴拉还刚刚三点半 做完她的live 她是每一个星期 一三五的 跟Dr.A一起的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 Dephany 到现在我还不是很确定 要怎样pronounce 够例 我的英文不好 Dephany 我们新加坡的领袖 你也是有做live吗 你可以在下面放你的 这个做live的广告时间 所以我的这个大多数 在四点半准时的时间 八月份我应该会考虑 调整我的这个时间 因为我开始有一些 这个组织的这些training 还有zoom party 可能这个时间是撞到的 所以我会把我的时间调整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 我的面子数 我都会在这里通知大家 所以我相信 就好像你看 现在我们就 我就聊回今天 要跟大家聊的 就是前两天 我就发布了这一个 我就放了这个announcement 在我的Facebook 就是讲 Alpha,Beta,Gamma,Delta 对吗 然后又有这一个 Tato 那个Iota 然后又有这一个Zeta 又有这个Ita 然后又有这个Teta 然后又有这个Epsilon 到底这些东西 是什么来的 对吗 你们有没有好奇 我其实 我没有怎样怎样 对于每一天看到的这个数据 就好像刚才在一小时 我看半小时前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今天最新马来西亚的这个数据 还是在这个17000多以上 对吗 又在创新高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能 对这个数字已经开始 从800到1000到5000 到现在已经是五位数 大家都开始有一点免疫 最主要的就是 到底几时我们才能够恢复 这一个 恢复 恢复正常的这个 过日子的生活 这都是我们比较想要关注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数字 我觉得可以take note 但是更要关注的就是 每一天的这一个ICU的 在ICU的这些人数 还有这个死亡人数 当然感染的这一个人数的 这一个一直不断的在增加 就是因为最近一直传出的 就是这个Delta 在之前的时候 对于这个COVID-19的 这个news 我都一直有略略关注 略略关注 不是非常非常深入的 去看每一个报道 每一个报告我没有到这样 但是我有略略的一直关注 因为我们都在保健的行业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 到底整个大环境 发生着什么事情 现在的情况 现在的医疗设备等等 所以我都要知道 不是只要马来西亚吧 包括整个世界的 所以在马来西亚的 我们可以从哪里 收到resources 我们就可以通过 我们的这个KKM 就是Kermantrean Kersiata Negara 可以收到 收到我们的这个 最新的这个资讯 然后如果是通过 这个世界的呢 我就通过这个WHO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这里出来的这些news 报道等等 所以就是因为 最近很多人就开始讲了 Delta Delta 很够力 Delta Delta 又Delta Plus 所以我就很 我就开始好奇了 所以我就开始好奇 到底为什么会有Delta 这个东西出来了呢 就COVID 就COVID 为什么有Delta呢 这样之前又讲什么 Beta 又Gamma 然后那天我就 大概看一个新闻 现在又有什么 Epsilon 然后我就突然间 哇 这么现在已经开始 病变到 到底多少钟了 到底病变了多少钟了 到底是现在是什么情况 所以我就真的好奇的情况之下呢 我就开始去知道一下 我就开始去找一下 就开始去 这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 BBC News啊 这些可靠的 这些资讯的 这一个 我就开始去 我就开始去 就是去read something about this 这就是 这就是 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 如果大家像我一样 有这个 有好奇的 但是又想要知道一点点 关于这方面的 这个资讯的话呢 这样我今天的live呢 也许就能够帮助到你 解答你一些疑问了 所以其实呢 这个在当它 当我们的这个病毒 已经开始muted 就是开始变种的时候呢 就开始变种不同的种类 所以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呢 把它分成三大类 但是目前为止 还是归为两大类 叫做VOC和VOI VOC就是variance of concern VOI呢 就是variance of interest 这样为什么会有VOI和VOC的 这个大 就是大的这个category出来呢 然后其他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 这是Alpha Beta Gamma Delta 这个Zeta Ioda 这些其实都已经是在 在这个世界各个不同的角落 已经发现到的 这一些变异的 这一个变异的 这一个病毒株了的 已经发现了的 已经有了的 不是只是 不是只是给名字吧 就是因为发现了 所以才给他这个命名 用这个希腊文 来给他这个名字 这样当然为什么VOI和VOC VOC是我们高度 要去concern的东西 就是高关注的 这个变异病毒株的 这个VOC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传播 已经越来越多了 VOI他有在 但是因为他的传播率 或者是他的那个 发现了那个 或者是筛选到的 那个sample不是太多 所以就放underVOI 但是VOC呢 是在整个世界的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叫做 叫做VOC 所以VOC呢 现在呢 其实大家在关注 我给大家看的 这一个 这个是 这个是VOI的 OK 然后VOC的 等一下呢 哎 我又开回这个包 所以要熟悉的 这个啊 这个就是 这就是 这就是整理出来的 这一个 variance known letters by grid alphabet 对不对 so variance of concern 就是alpha β γ 和delta so到底 其实现在大家都在 一直在讲的 就是马来西亚的 这一个 哇非常疯狂的呢 这就是 其实在KKM 出来的 这一个了 大家就可以 这个是7月14号 看到的 这个呢 上面其实有列出来的 不同的周数 然后alpha β delta kappa θ 的这一个reading 其实我们可以 在这一个里面 可以看得到 比较高的 其实就是 β和delta 看得到吗 它下面最后一排的 那一个zoom啦 的那一边 就可以看得到 其实最高的 还是β和delta 为什么这一些 为什么跟大家分享呢 因为其实 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 知识和这一个认知 因为这个世界上 最可怕的东西 就是无知 当你不清不楚的时候 然后你又开始 很不自觉的 就很害怕 然后不自觉的 又开始去传播一些 你很害怕的东西 我就觉得这东西 就会越变越糟糕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把一个 我们不是很清楚的东西 然后到处传播嘛 所以我对这个东西 我也是不太清楚 所以我就开始去认 去读一下 读一下 这样我希望我今天 跟大家分享的 可能我不是非常深入的 可以跟大家 但是我觉得可以略略的 因为这么巧呢 我在找这个资讯 和在看的这个过程呢 我们有 因为我是吃素的嘛 所以我们在这个 有一个素食的这个committy呢 叫做 大家都可以去join的 如果你是吃素的 想要知道更多的 这个通过怎样素食的 去养生啊 料理啊等等的 这个叫做Taste Veggie的 这一个community 然后这个community呢 他就邀请了 这一个 马来西亚大学的 这个病毒学的 这一个博士 叫做许博士的 这个博士呢 他就是在lab里面呢 就是做这一个 在这个马来西亚的 做筛选啊 做testing的 就邀请他 在这一个线上 分享的时候 刚刚我听到 他则在分享 所以有一些 我跟大家分享的知识 都是通过 他 我听了 他的这个zoom的 这个课程分享了 过后可以 选出来的一些 summary 跟大家讲了 所以其实现在 马来西亚呢 为什么这个Delta的病毒 会这么猖狂 因为这个 因为他在这个 变种的过程里面呢 这个变异病毒呢 他在变的过程里面 他其实去了人的身体 或者是去了 某一个动物的 这个身体等等 然后跟我们身体的 这个免疫 有这个产生的 这个reaction 或者是 有一些reaction呢 他开始 那个病毒 变得很聪明了 他会react 然后他就开始mute 然后有一些呢 可能在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的 这个免疫反应 很好的话 他可能就因为这样 因为死掉了 他不能够再继续复制下去的 所以其实 病毒去到我们身体了 他有自己的 这一个复制周期的 然后他也会有 这一个变异的 这个过程的 所以他变得越来越厉害 还是变得越来越不厉害 其实还是看回 我们自己本身的 当然原本的 这个传播呢 根据这个波士 当然都是通过 这个动物的传播 现在比较 让大家非常的担心 就是因为已经开始 通过人 通过空气去传播 然后这个Delta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个 这个Delta 它的这个特性是什么 所以在马来西亚呢 其实Beta的这一个 和Delta的这一个 是占了整个病毒的 整个我们的这个筛选 是占了这个高速的 这样当然 马来西亚14个周 我相信 每个周数 其实都是有的啦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一些 10千 12千 15千 17千 我觉得是因为 我自己个人认为 是因为筛选的 这个幅度 和这个检测的 这一个密度 已经变多了的话 肯定是被 诊断的那个 Reading 就是有的 这个 positive的人 很多的 然后当然也很大多数 其实呢 如果我们可以有注意 每一天看 其实 这个是昨天的嘛 这个是昨天的 26号的这个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其实 我们都有 就是国家啦 马来西亚政府 其实在这个 KKM都有整理出来 就是category A 就是1234 就是5个stage的嘛 就是我们如果有的话 就是5个stage嘛 12345 这样你可以看得到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stage 1和2呢 大多数都是 没有什么symptom的 或是symptom很猫的呢 其实是占了 大多数的比例 这样当然就是因为呢 这一个传播率的 这一个速度变得很快 然后再加上 医疗的设备 来不及应付的话呢 就造成了 这个死亡率的 这个增加 所以在这里呼吁一下 我们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要抱着那一种 那个叫什么 那个就是我们assume 我们要assume 我们自己有带病毒 就是我们要这样子assume 我们这样子 这样我们就会 做好自己的防范啦 洗手啦 然后带好这个mask 做好这个protection protect好自己 protect好家人 也protect好身边的人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不是让自己很紧张 而是有这一种 提高自己的 这个警觉性啊 所以这个reading呢 其实就是 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啦 所以你看呢 看到吗 这个category1 就是没有symptom的咯 category2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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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symptom 是很猫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样当然我们还是要 非常的注意 现在大家都在讲啦 现在不是 你的竞争力 不是你的学力 最重要就是我们的 这个免疫力嘛 对不对 这个免疫力 它其实是有三层的嘛 等下我在后面的时候 才跟大家讲 我们可以从最外面 到最里面的 去做这个 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最外面 到里面呢 的去做防疫的 这一个 这个工作的 从呃 从 因为它其实现在已经是空气了嘛 就是通过这个 这个airborne了的嘛 所以我们知道了 如果我们去人多的地方 我们就需要double mask 我们就做好 facial 然后做好整整 真正的 把mask带好的 现在可能到现在 已经一年多了 还有很多人呢 还是不能够 把mask带好 推好好在这个 密封了 密封了 因为只要是能够 virus如果进 它去可以通过任何的 这一个 啊 缝隙 能够进到去的 如果真的是 你看眼睛等等 所以我觉得我们 如果去人多的地方的话 很close的 是一个很close的 那个叫什么 密集的 就是啊 不透风的 这个环境的话 我们真的要 做好这方面的 先做好这个 外层的 这个方法 因为防疫 防疫就是从外面 开始做到里面的嘛 如果真的是 进到身体的话 就是看我们自己的 这个免疫系统了 所以我们要有这一个 就要有这一个 基本的这个认知 这样子很多人就开始 啊 开始 真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就开始 啊 都讲了 这个Delta的这个 啊 来势汹汹嘛 对不对 然后他的这一个 他的这一个变异能力 非常的 他的 他的传播率非常的高 的确 他的传播率很高 再加上他的 这个 这个根据博士讲的 这个他的复制的周期呢 也变得很短 很快的就可以 可以在身体里面呢 开始在啊 跟着我们的这个身体的 这个 借助我们身体的 这一个免疫球蛋白呢 等等去做 做这一些副制 这就是这个 virus突然间变聪明 厉害的地方 所以也是要看我们自己的 这个免疫系统了 然后Delta的这一个 Delta virus Delta的这一个 啊 病毒的 他的这个symptom呢 以前之前的时候 可能是 Alpha Beta的时候 我们就说 嗯 诶 我有没有taste啊 我有没有嗅觉 所以我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 我因为我是一个 鼻子敏感的人 然后我也曾经肺部感染过 所以我是一个高度 肺部感染 就是很敏感的人啊 灰尘啊 然后香味啊 等等就很容易打喷嚏的 所以我昨天 没有做到这个live呢 也是因为 我在 我在 我早上出了这个 announcement了嘛 然后过的时候 下午的时候 我就开始收视 一个空位 其实我想要收视 一个位置出来 在一间 我有一间房间 是没有用的嘛 我就开始收视那一间 想要择一个角落出来呢 就要set up一个 一个学习的一个地方出来 结果就在那种过程 我就开始 开始一直snizz 我就开始 他就他就他就 他就不停了嘛 我一打呢 就不能停了的 所以我就开始 让自己停下来 冲一个凉 然后subside 我希望可以在四点半 之间能够subside好 吃许罗多 喝水 喝维他命C 然后喝juice 等等 然后呢 还是不能 所以我的眼睛已经很肿了 我已经知道 我不能昨天 我不能做live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样 突发状况嘛 所以我就今天跟大家讲 所以你看今天 我的状态就ok了 对不对 所以我是在没有任何的 用药的情况 就是当然知道 自己的身体的 这个免疫反应 我们要很了解 自己的身体 ok 所以讲回去 所以我就是 所以对于 对于好像这个 这个这个COVID来的时候呢 我是 比起一般的人呢 我的身体是 我是更加的敏感的 因为我肺部感染 然后我曾经也kiddy感染 所以我的身体是属于 很容易感染性的 这个身体来的 所以除了保养 休息够 喝水够 然后我就非更加的关注 因为这个新冠肺炎 就是针对肺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更加的要 如果自己 招自己的事了 所以我就开始 知道 哦原来是没有味觉啦 然后会流鼻水啦 然后会喉咙干啦 然后会没有 这个嗅觉啦 等等的 所以我就每次 有时候我不小心感冒的时候 还是 咖啡嗅嗅嗅的时候的 我就开始就 嗅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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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啊 嗯 有有有 有味道 有味道 有有有 有味道 嗯这样子 我是OK的 对不对 哈 然后但是delta 它不是这样的 我delta 它已经变了 它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第一个先有的 就是头痛 感觉到非常 就是异常的头痛 如果你是原本 都有头痛的人 那么你就要注意了 感染这个 delta病毒的话呢 它是异常的头痛 就是比起 平时的头痛 还是你就是感觉到不一样的 这个头痛了 然后开始流鼻水 然后第四个呢 才会开始感觉到发烧 喉咙痛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symptom呢 这样我们就能够来得及去做检测 或者是来得及去aware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觉得他是普通伤风啊 或者是头痛啊 然后我们没有特别的去注意他 或者是哎呀没有的啦 我应该就是 我应该没有这样啊 我应该没有这样lucky啦 不小心啊 就是真的是检测 我又没有出去啊等等啊 所以应该不是啦 所以呢就忽略 这样我们要去 如果真的是suspect的话 我觉得大家还是可以去做这一个检测的 因为检测呢 通过这个检测的reading呢 通过这个 这个叫做我们RTPCR的这个reading呢 检测出我们身体的这个city value呢 才是最啊最最最最标准的这个答案啊 就好像为什么要去淹血啦 为什么大家会去买这个Oximeter啊等等啊 去做checking呢 然后很多时候呢 在这个Delta的这一个啊 这个变种病毒的这个过程呢 很多是 SUMMEN跟SIAWI的HARBO 啊对对对 所以我就是 我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SUNI也是哦 了解自己的身体 所以要take好自己的precaution 所以我们要知道他的symptom 他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有没有头痛 有没有好像我昨天我流鼻水 我就开始HATCHU HATCHU啦 我知道的我的身体是HATCHU 但是我还是会担心的嘛 诶我就跟贾姐讲 你给他出去回来 有没有杀菌 你有没有冲凉 我就因为他要出去回来呢 然后我就有着 你看他人还是一样会这样 我就问了他几个问题 我就我就开始想 理性的分析 嗯我只是HATCHU吧 流鼻水 我有后头痛吗 没有 我有发烧吗 没有 诶我有没有头痛 因为那天我听博士讲 应该会显头痛先的 哦我没有头痛 这样我就知道 我不是 因为这么多的symptom里面 我就只有HATCHU HATCHU吧 甚至流鼻水 我不是一直流鼻水的那个 我就是一直鼻子养一家 HATCHU好了 所以我就知道咯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一些symptom 为什么我们身边的人要知道啊 尤其是家里的老人家 长辈啊 他们没有一直关注这些news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些 正确的这些资讯 然后跟他们分享 让他们也提高这一个 警觉性 然后现在呢 真的是根据博士讲的 其实现在真的是一个 很blog的这个spectrum了的 就是完全也不知道 从哪里感染 怎样的情况之下感染 然后通常我们身边的人 最近我们都 其实以前我们 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听到的这些 这些被感染的人啊 等等啊 都是我们不认识的人 所以我们都是看报纸啦 或是看报道啦 看news看到 但是现在我们不是 我们是看whatsapp啦 看group啦 收到电话啦 知道啦 谁谁谁啦 隔壁家啦 对面家啦 后面家啦 后面排的那个店啦 等等 我们是已经感觉到 这一件事情就非常非常的靠近了 然后这一些确诊的人哦 或者是他是没有symptom的 然后你问他 他test到positive了 他就在家居家隔离 他就 他就在家 self quarantine OK 在这里要特别 真的是要呼吁哦 不要因为自己没有symptom 然后 再加自己self quarantine 然后却认为自己 可以到处乱乱走 你没有symptom 不代表 这一个不能够 转去 transfer去到别人的身上的时候 他会有严重的symptom的 所以为什么会一直这样子传播 就是因为很多人都认为 没有关系啊 我都没有symptom 应该没有什么的嘛 你知道吗 这种就是一种非常没有 这一个 social responsibility 我们讲的这些 这叫什么 这叫什么social responsibility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好 这个身为人民啊 或者公民的一份子的 这个责任的 如果真的是确诊的 虽然你是没有symptom的 那么拜托 在家最少根据 这一个KKM的这个要求 再加self quarantine self quarantine多久 现在KKM的要求10天嘛 对不对 但是其实最好的还是 世界卫生组织 建议的还是14天 14天 而且在这个期间呢 大家要去做好testing 这个当然我也是知道 因为这一个 做这一个PCR test 是叫PCR test嘛 是有一定的这一个 它是比较昂贵的啦 一次test let's say是一个200块 然后test两到三次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600 800 但是做这个test呢 当然你自己也安心 也让身边的人安心 然后最起码 你也能够确定自己的 这一个 自己的身体的这个状况嘛 so 因为我自己没有做过testing嘛 然后我就看 然后我们有一些朋友 跟我分享了 他的这个report啦 然后我就 我就看这个report的时候 其实里面呢 其实有一个东西 叫做CT value 就是看我们的 这一个CT值 来 就是CT值 就是说看我们身体的 这一个病毒量 是否多还是少的 所以如果CT值少 就是说病毒量高 就是说病毒量高 CT value CT value 很多人觉得 OK 它是有这个 OK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我不懂有没有这个东西 OK 给这个 这个也是我那一天看得到 我那天看到博士分享的时候 就有 有snapshot 下来给他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CT值 CT值就是 如果我们check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有这个symptom了 我们有这一个 我们有这一个 伤风啦 发烧啦 我们已经有symptom了啦 OK 已经确定了的话 通常都是已经有症状的话 CT值都是属于少的 但CT值少 就是我们在我们身体的 这个病毒量 是很高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是最容易传播 给身边的人的 或是传播出去的 所以自己呢 要self quarantine 如果是没有symptom 等等的话呢 或者是要去这一个 要去寻找这一个 这个 这个 那个像什么 这个 这一个hospital 或者是要去找 医疗团队的等等 所以大家要去 要 要 要 不要 不要只是在家里 然后 OK quarantine 不要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case呢 其实也是因为这一个 自己以为自己是stage 1 stage 2 以为自己是stage 1 stage 2 然后再加quarantine 然后是突然间 就是病变 去到这个stage 4和5的时候 也来不及了 来不及去 接受这个医疗的时候 就这样子的去离开了 然后现在的这个死亡的 这个病例呢 年龄也越越年轻 为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年轻 我们就理所当然 我们就觉得 不用紧了 我是没有symptom的 但是不要忘记哦 其实我们身体 如果有听过我几集的 这一个 这个我有分享过的 这个别让不懂营养学的 这个 那本书里面有讲到 这个免疫系统 我们的免疫系统 是很厉害的 我们的免疫系统 它开始去做这个 它最后最后stage 我们的免疫系统 最后 它是stage 每一个阶段的 去防疫了 我们身体的 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最后一个呢 它会做一个东西 叫做 叫做免疫风暴 免疫风暴呢 就是所有 我们的免疫系统 一起哦 每一粒免疫系统 抱着一个病毒 抱着一个病毒 然后做轰炸式的 这一种 最后的 这一个防疫的 这就是我们免疫系统 就是 fight until the end 我们的免疫系统 很厉害的 但是如果能够去到 这个免疫风暴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 如果受感染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的身体 的免疫 降到很低了 因为它大量的 在带打仗嘛 然后如果我们的身体的 这个没有足够的 这一个 没有足够的 这一个免疫能力的话呢 其实就是可能 去到stage 4 或5的时候 就这样子的 就 悲剧就发生了 所以这个 我们就要去 check这个testing的 就是要看到 自己的CT值在哪里 也不要因为我的CT值 我是20多30 我是25 我是30 因为根据 这一个病毒专家讲 只要是35以上呢 这个病毒 已经不具危险性了 就可能我们 test到我们拿到的 这一次的 第一次的这个CT值 可能在28 30 但是28 30 可能你是刚刚开始 而不是刚刚 开始痊愈的 那个看这个graph 不是后面的 所以最好就是 每三天 去做好这个checking 每三天呢 去做好这个checking 那么我们就知道呢 其实我们是属于 开始的周期 还是复原的 这个周期了 所以只要我们 有一定的这个了解 所以我们就不会 太过的害怕 我觉得这个东西 还是很重要的啦 除了这个新冠被读 SARS H1N1 然后从以前 从以前 1918年的 这一个 Spain的 这一个 西班牙的 这个流感 然后到后来 后期那时候 也是在马来西亚发生 我记得在1990多年 98年是99年的 这个利百病毒啊 那个时候我在中学 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没有吃猪肉 就是对病毒的 这一个有一定的认识 然后我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没有吃猪肉 我有吃 但是我是吃鸡肉啦 鱼肉啊等等 我就没有吃红肉 也没有吃猪肉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定的认识 后来呢 我就开始 我就开始越来越 然后只有吃鱼肉 后来呢 就完全现在就是 只是吃酥吧 所以我们要有 一定的这个知识 那么呢 我们在应对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就有一定的 我们就有一定的 这个安全感啊 所以现在呢 也给大家 跟大家分享了 这个 所以呢 其实现在呢 从这个一开始的 这个是传播率 所以为什么 这个 这个 Delta的这个传播率 可以这么快 这么多 从之前的这个 Alpha Beta 你可以看得到不同 这个是通过这一个 下面有sources 我的sources是 BBC News 或者是WHO 截图下来的 这些sources 大家也可以去选找的 大家应该要得到一个 read了 不需要让大家更害怕 read了是让大家去预防 和具有这样子的 这个知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RO 就是所谓的 R-Node number 就是这个传播率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Delta的 它的传播率是 一个人可以感染 五到八个人的 之前的Alpha Alpha Alpha呢 大概是 一个人就是 一个人如果被感染的话 它可以传四到五个人 从早期 一个 看到吗 一个人可以传两到2.4到2.6个人 所以这就是这个传播率 所以现在Delta的这个传播率 确实是 它是高传播量 然后高传播率 所以大家真的要做好这一个 做好这个防疫了 所以刚才我讲的 在最后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给大家看这一个影片 到底我们的这一个免疫 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免疫呢 怎样的去工作 然后这个呢 就是通过我们身体里面 研磨研磨的了 大家听得到吗 这个视频呢 是 最新的这个视频来的 2021年6月的视频来的 以新冠病毒为例 首先鼻腔口腔等处的 黏膜组织会分泌粘液 这是了解我们的身体 通过鲜毛摆动 加上喷嚏咳嗽的墙内气流 将病毒排出体外 但仍有顽固分子留了下来 这时就需要大量免疫细胞上场了 比如吞噬细胞中的去噬细胞 在发现病毒后 会直接吞噬 释放细胞因素 召唤更多同伴干物战场 还会发出警报 让身体出现发烧等炎症反应 但是 病毒占领细胞工厂后 能复制出大量的病毒 仅靠吞噬细胞 已经无法应对 需要其他种类的免疫细胞 来精确打击病毒 树脱状细胞 收集病毒碎片 也就是抗原 将其交给辅助T细胞 然后辅助T细胞将兵分两路 一路去激活B细胞 让它们生产出对抗入侵病毒的特异性抗体 抗体可以阻止病毒进入细胞 也可以把几个病毒凝聚在一起 方便吞噬细胞吞噬 另一路辅助T细胞 取激活杀伤性T细胞 并使其大量复制 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 这是出来了 而且这是我们以身寄来的 老天爷给我们的这个礼物 杀伤性T细胞 会锁定被感染的异常细胞 将其摧毁 让病毒失去据点 经过几轮较量 人体暂时取得了这次战斗的胜利 免疫系统寄出了新冠病毒的信息 下次相同的病毒入侵时 能够迅速反击 但是如果病毒在战斗中 占据了上风 将造成肺部感染 呼吸困难 严阵风暴等一系列严重后果 为了帮助人体作战 科学家们要研制 抗病毒药物和疫苗 它们是免疫系统的重要友军 但免疫系统与病毒之间的战争 远比我们已经了解得复杂得多 那些未知的领域 还有带科学带领我们到达 看到吗 所以我觉得很好 对不对 有这些研发团队呢 能够制作这些video 让我们有这个基本的这个认识 这样到底 你看它后面 它前面就在跟我们讲什么 我们的身体的 自己的这个免疫系统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很厉害 然后这样为什么这个时候呢 呼吁大家一定要去打vaccine 因为vaccine是其中一个 其中一个让我们能够 坚低 这一个 这个其实我等一下 为什么他 很多人 为什么要vaccine 为什么fully vaccine fully vaccine 这边有讲到的 并不是让我们 我就可以随便出去 我就可以这样这样 我就可以不用戴mask 哦我就可以为所欲 也不是哦 其实vaccine只是让我们能够呢 有这一个 基本的这一个 跟我们的免疫系统的合作 让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 当vaccine哦 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身体 例如是这个 我讲 我跟我的孩子讲 这么我的家里有一个 好像coronavirus的 这个娃娃的 它就好像这个哦 它就让它有一个mode 有一个样子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让我们的免疫系统 有这一个认知的能力啊 所以为什么要打vaccine so that呢 不会这么严重的 所以我们不会 我们不会hospitalize prevent us from 这一个 preventing from 这个hospitalize 和这一个 看到吗 这个 这个也是从 这个WHO里面 我要给大家看到 那个字 看到最下面的 那个 effectiveness in preventing hospitalization and death 其实不是因为 打了这一个 这个会怎样怎样 而是大家要一起 切断这个减低 这个感染的 这个激励 然后呢 也让我们的 真的是被感染了 touch it touch it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一个 我们的 我们不至于重症 或者是不至于严重 然后这些都是有研究的 至于你问我 什么brand啊 什么brand啊 对我来讲啦 只要是WHO 认可的 就是认真的啦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 安全的去 都可以安全的啦 当然不能够只是 单单靠 我们的这一个 vaccine罢了 除了vaccine 然后包括我们的 这个身体的 这个免疫 然后我们的睡眠 我们的饮食 然后我们的 这一个作息 然后不淹不酒 等等啊 这些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学习 健康的养生 因为真的是 预防生理治疗 预防生理治疗 现在有钱 也未必能够进到 医院对不对 都要排队 因为我们的 这个医疗团队 真的是 真的是面临一个 非常大的一定的挑战 他们都累了 所以如果我们 真的是可以预防的 那么我们就要 做好自己的本分 减低 这个我们的 前线人员的 这个负担 这样当然对我来讲呢 我就是 很简单的 就是服用我们的 医疗团队 像我今天跟大家讲的 服用医疗团队呢 因为医疗团队里面呢 里面的这个成分呢 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 搜索到一切关于 医疗团队的 这个资讯 然后呢 医疗团队呢 里面呢 有一个 它是通过小麦 追取的 里面的一个成分 叫做 IBBA1 像这个 IBBA1呢 能够有效的 激活我们的 这一个 激活我们的 Microflush 不代表说 吃了医疗团队 就不会有 这个 Virus啊 就不会有 这个不是 它是reduce 和减低 然后让我们 提升我们的 这个免疫能力 像打了Vaccine过后呢 也是人家就讲说 打了Vaccine了过后呢 就是免疫系统 会变弱 不是 其实是 打了Vaccine了过后的 我们的免疫系统 需要重新去认识 打了 我们打Vaccine嘛 对不对 就是有这一个 有这个好像 Virus的这个 Mask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嘛 所以还要去认识 然后有这一个 免疫反应 一样的咯 所以我 任何的这个 我们吃产品 也是一样啊 我们让我们的身体的 这个免疫 开始去 让我们的这个 Microflush 我们的G4细胞呢 能够有效的 做好这一个 我们的免疫系统 的这个工作了 所以呢 我自己呢 我就是吃 取罗多的了 现在非常的时候呢 我一天呢 就是 我一天呢 是最少四宝啦 有时候去到六宝啦 所以看我的身体的状况 因为我是比 比起一般的人 我的身体 就比较容易 感染的 就是比较容易啊 就是发炎的 OK 所以其实是 如果没有吃过 血罗多的呢 我就在这里吃啦 其实它是酸酸甜甜 嗯 然后有点 berry的味道 非常微小的分子 所以想要了解的话呢 关注接着下来的 live 都会跟大家分享 更多的这个资讯 所以我今天的 这个四点半的时间呢 就到这里啦 所以跟大家分享 希望今天的 这个分享 能够帮助大家 帮助 帮助到大家 如果帮助到大家的话呢 就可以转发 去自己的这个Facebook 我或者是自己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Family Group WhatsApp Group等等 把好的资讯 分享给身边的人 我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 bye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bye 我放猪先 bye 我要继续吃我的 Shirotto 我放猪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